茶余饭后干点啥,一带瓜子一杯茶 大家好,这里是柯瓜子,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70岁的老太婆 为了誓请国王用胶水沾住自己的皱纹 假扮少女的故事 朵拉和艾格是两个相依为命的姐妹 一天清晨,朵拉在自己家门口唱歌 这时刚刚散步回来的国王 被这美妙的歌声所吸引 他认为这么美妙的歌声一定来自一个少女 他在城堡的窗口中看到了朵拉 对她一阵赞美 受到惊吓的朵拉直接躲回了屋中 朵拉的行为成功激起了国王的占有欲 他回到城堡,找了一个项链作为礼物送给朵拉 朵拉和艾格看到项链之后非常的喜欢 两人争先恐后的想要试戴 晚上,两人准备休息的时候 国王来到了朵拉的住处 国王表示自己已经爱上了他 想和他见上一面 但已经是花甲之年的朵拉 害怕自己的样子吓到国王 但他又不想放弃国王的爱 于是他告诉国王让他一周后再来找他 到时候他会把自己纤细柔软的手指露给他看 在这一周的时间内 朵拉尝试了很多的办法 但都以失败告终 反倒是艾格这边 因为他一个爱允熙手指的习惯 所以手指看上去很纤细柔软 国王如气而至来到了朵拉的住处 情急之下 朵拉用艾格的手指骗过了国王 新吻过手指后 不满足的国王表示想和他共度凉宵 艾拉表示可以满足你的欲求 但是希望当晚熄灭宫殿里所有的蜡烛 已经精虫上囊的国王早已迫不及待 很爽快地答应了他 朵拉为了不让国王发现自己是老太婆的真相 他让艾格用胶水帮忙粘住松弛的皮肤 晚上朵拉成功进入了国王的寝宫 两人度过了开心的一晚 第二天早上醒来 国王看清了朵拉的面容后吓了一跳 气急败坏的国王叫来了士兵 直接下令把他从窗户扔了下去 被扔下去的朵拉被树枝挂住 捡回一命 这时一个巫婆经过救下了朵拉 并让朵拉喝了自己的乳汁 喝完乳汁的朵拉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原本满是褶皱的身体 变成了18岁少女才有的曼妙身材 这天国王出来打猎 无意中发现了变年轻漂亮的朵拉 国王被他的美貌所深深的吸引 很快国王就跟变年轻的朵拉结婚了 在婚礼上 朵拉请来了自己的妹妹 爱格不相信眼前如此年轻漂亮的人 是自己的姐姐 经过一番叙旧后 爱格确定她就是姐姐 对于姐姐的变化 爱格内心羡慕不已 她一直追问朵拉变年轻的办法 但朵拉也不知道原因 就随口说了一句 是给自己剥了皮才变年轻的 没想到随口的一句话 爱格却信以为真了 于是她跑到镇上 请屠夫为她剥皮 在等待的时候 爱格满脸期待 她认为自己可以像姐姐一样了 但最后的结果 大家也可想而知 另一边 朵拉身上的魔力也在渐渐消失 眼看就要变回原来的样子 朵拉直接偷偷逃出了宫殿 电影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本片是美国的一部奇幻成人童话电影 她告诉我们 随着岁月的变化 慢慢变老是人的常态 而我们需要的是 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和能心平气和接受变老的心态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让你变年轻 但是需要拿五年的寿命来交换 你会交换吗 好了 我是科官